我爸 作者 丁丽梅 每隔一段日子 我爸会进城来转转 巡视一般的 这里多了壮建筑 那里新开辟了条路 他都关心得很 他坐在我家沙发上 颇有幸福感的说 我有福啊 想去儿子家 就去儿子家 想到姑娘家来 就到姑娘家来 你们没有哪个嫌我是个老头子 都对我好着呢 他的话有讨好的成分 这让我很不安 什么时候父母在子女跟前就变得小心翼翼了 我们聊天 他的话细碎如沙 一会儿是东家的鸡怎么怎么了 一会儿是西家的狗怎么怎么了 咦 那个陈凤你知道的 他摔死了 我上次回家就听他说过了 二队的陈凤 早起被门槛磕了一下 摔在地上就没能爬起来 七十岁的生日还差两天 我当时听了 还很凯叹了一番 和他说起陈凤的一些陈年往事 我熟悉那个人 是因为他常到我家来 请教我爸庄稼上的事 我爸当时是农纪员 对庄稼上的事 很有一套科学的说法 沉凤大脸盘 爆牙 笑声咯蹦蹦的 钢子一般 能震落屋顶上的茅草 我们小孩子顶喜欢他来 因为他每回来都不空着手 要么带小半篮子桃子 要么带小半篮子瓜什么的 我妈也很喜欢他 每回见他 都拉着他的手亲热的叫老妹子 我妈很少带人这么亲热 我说 爸 你上回不是说了吗 陈凤摔死也好些天了 哦 我爸神情惶惶的 娜娜道 说了呀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你说这人嘛 就是一口气的事 好死得很呐 我不乐意听这样的话 我说 爸 好好的 说什么死啊活的 我们吃饭去吧 我爸就有些善善的了 饭店离我家不远 我们走着去 我一把脚步放慢到不能再慢 我爸还是跟不上 我回头 看到他似一坨草 慢吞吞的努力前移 见我站着等他 他颇不好意思地笑 说 人老了 走不快了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说 不是的吧 是我走得太快了 我牵着他的手 并排走 他的个子已远远不及我高了 我那伟岸的吧 我那英俊潇洒的吧 我那要写一部自传的吧 我那把二胡拉的音符飞扬的吧 我那每年过年帮村里人写对联的吧 他老了 他再也写不了对联 拉不了二胡了 我那边哭了我 organs会忍小舞 跟gt冼 怜沙